自己成立的工作室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样样都比女儿子好 刁难我 就是如果说我要跟她结婚的话 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结婚之后 我得马上生孩子 然后房子 车子 还得写她的名字 就是结婚之后 所有的家务活还得归我干 我自己在家 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做事呢 一到他们家 就成他们家保姆了 你说你原来答应我 你原来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你要是现在答应我三个条件了 我也 怎么能理解男方父母 在这个场上的 趾高气昂的那种行为 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的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 去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得比男生要多 他也比他强 情商也比他强 在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室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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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独立